這個蔡建興立刻就辭了 那是怎樣 斷尾求生呢 那接下來要怎樣 當然是斷尾求生 因為他的這個事態實在太嚴重了 這件事情因為被踢爆之後 其實引發非常多的反彈 在金融界 其實有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一些傳聞 但是不知道有這麼嚴重 因為你今天一個堂堂的 這個核庫這個公股金控 那他下面當然有很多的子公司 但是你竟然有一個核庫AMC 他的子公司完全被一個家族把持 我這兩天所談到 就是說包含他的兒子 他也被他介紹到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核庫創投 然後他自己本身核庫的AMC 有他的侄子 有他的事業夥伴的女兒 還有這個他的小三 然後他這個小三 其實我本來在這個記者會裡面 我其實有做一些保留 為什麼他那麼離譜 其實人家都把什麼影片照片都給我看 因為他的行徑實在太過誇張 在四年前也就是二零一九年 就曾經有雜誌去報過說 他跟小三同進同出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核庫AMC他們的基層員工 包含他們現任的 或者他們已離職的員工 都陸陸續續的去投訴去檢舉 因為你陸續一直安插不同的人進來 大家覺得你太過分了 兒子也進來 子子也進來 你的條阿咖也進來 你女兒什麼在初選的時候 什麼幫助你的 什麼里長的兒子也通通進來 他們覺得說這家公司 怎麼可以這樣搞 所以他們不停的去做檢舉 可是有用嗎 所以我在這邊直接喊話 現在就是 他們跟誰檢舉 跟核庫啊 跟核庫 我知道還有說跟財政部經管會 但是我現在特別要喊話 原來的 應該 他們聽說 他現在還是核庫的董事長雷仲達 他是高雄幫 他跟陳其邁的關係 非常非常的好 那麼很多人都跟雷仲達去反應 我剛剛講 連雜誌都看出 他的小三的這些行徑同進同出 可是他不但不動如山 而且可以繼續的去引用親信進來 你說他們已經到了這種 為非作歹的情況 所以昨天我們在立法院 在協商的時候 我就跟 也跟其他的委員 還有民進黨這些立委講 我說我跟你說 其實我們在爆料的時候 我們都要保護我們的 吹哨人 陳情人 所以我說有一些表格 我們需不需要把它改一下 免得到時候 你就被抓了 就是你 就是你啊 什麼不 他們說不用 用 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你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氣壞了 他說如果再這樣下去 整個的核庫AMC 是不是這樣子一直沉淪 這是一個吹哨的 他因為他裡面的業務 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他不但是任用人士 在他的業務裡面 因為他們他們所有的 這個有關的澱付款 都是內規 比如說他們原來做都更案件 原來做都更案件 是必須經過主管機關 核准的案件 他們才可以做 然後他就開始放寬內規 那放寬以後就說 你只要跟這個主管機關去申請 他也做 然後沒過四個月 就又再放寬說 你只要是被劃定 劃定這個都更的範圍裡面 即使你沒有去申請 他一樣的去放寬給你 其中有一個案件我就說 他在沒有申請的狀況之下 他給他現金將近十億 九億六千萬就這樣給過去 而且這個案子在第一次他們董事會裡面 是由董事反對說這樣子風險實在太大 結果他們分拆 我剛剛講說改完內規之後 他們就開分拆 從一家公司什麼用兩家公司太複雜了 分拆之後再來就給他通過了 所以這種行徑不是只有任用私人 還有涉嫌去搬錢 所以我才要求一定要徹查查清楚 而且何庫只有這家子公司這樣嗎 我就懷疑了 通常你不會只有一家 其實還有其他的公股也有AMC